总部给出作战方案 师长看后说这么打必输 看我只会打 我真赢了 在解放军的队伍当中 能够成为前线将领的人 今世才能都不算差 不过能够在面对上级命令时 敢于提出质疑的人 在我军中也寥寥无几 恰好方强中将便是这样脾气的人 只要你的命令不合理 那么我拒不执行 在解放战争当中东北地区 向来是国军重视的战区 很多国军名将都曾在这个区域指挥作战 然而解放军当中 负责这片区域的便是林彪元帅 当时在1947年在林彪的指挥下 我军变动下纪攻势 想要打通南北满江我军的革命基地 给联系在一起 这场战役基本上 大部分的军队都投入到战场当中 其中自然有方强的军队 当时他的任务便是将敌军把守的德贵县城 给攻克下来 德贵县城作为这片区域核心 自然有着国军的重兵把守 国军 凭借德贵县城的城墙设立狠防御措施 再加上国军的火力王也比较强大 为此想要攻克这座县城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最开始的时候便有有军在这里吃过亏 连续猛攻三次都没有将这座县城攻克 为此作战指挥部非常的着急 毕竟一处战场局势的变化 可能会对军队的作战造成影响 为此方强在接到司令部的命令之后 便立刻赶到德贵县城附近 不过他并没有贸然的发动进攻 反而是对这座城池进行侦查 在经过侦查之后他便发现敌人的碉堡是非常的多 兵力最强的区域便是北面区域火力相对薄弱 到便是南面这时候方强已经知道 攻克这座城市的突破口在哪里不过 在方强回到作战部的时候 发现总部已经给出一份作战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跟方强的想法根本不同 他认为德贵县城的薄弱点在南面 可是在这个方案中主攻方向却是北面 当时的方强便表示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进攻的话 我军势必败的 敌军在北面的火力网 非常的密集和凶猛 很难进行攻克 只有南面才有 我军发动反攻的机会 不过当时大家都很纠结 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 不过方强便说道 先将我的方案上报 然后便按照我的想法发动进攻出了事情 我负责 最终方强的部队还是听从他的命令 从敌军的南面发动进攻 最终经过激烈的战斗后 成功的将得会献成给占领事后总部 对于方强的非常的满意 于是便给他发来嘉奖令 上面只有八个字 指挥人活应有善战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